再來看看下一個 這項目就很秀氣 對 這緬甸玉 是 在大概兩年前 兩年前有一次那個去 跟柯文一樣去跳舞市場 找一些寶物 對 是... 那因為在逛的時候 剛好看到一對老夫妻 很客難式的擺個攤位 什麼叫客難式 它那個 它是用一個我們想像清 那個古代的 我們那個農民工穿的衣服 那種物量 當地地墊 然後放了一些泥土 生鏽的一些寶物 還是一些舊物在那邊販賣 然後想說 看它都沒有什麼生意 就想說去搞關一下 就找了一... 繞了一...看了一圈之後 看到這個稍微乾淨了一點 那就把它買這個來 做工藝的概念 買這個五千塊 含鏈子 對 就這樣一組 這樣一組這樣 對 我覺得鏈子是滿亮的 而且這裡頭 雖然我看不太懂 到底天然石紋還是裂痕 它有一些那個顏色 很明顯 你知道嗎 是有點危險 可是說實在 遠遠看 它的色彩 我覺得算還是還不錯 很豐富 對 我覺得很繽紛的感覺 燕綠色 然後深深淺淺 對 深的也有 然後一點點黃 三彩 也有 對 所以還不錯 至少鏈子 兩年過來 鏈子也還算還滿亮的 那老太太有沒有說 為什麼會想要出來擺攤 賣東西 然後你說它又是五花八門 雜像 其實他們老人家 在家也沒什麼事 可能有一些是他們 祖先流產下來的 還是折放得來的一些物品 然後在疫情時期 有沒有什麼生意可以做 一直在那邊擺的 有 現在很多這樣子 比如說那個有房子 法拍的 或怎麼樣 裡面的洞產 就是說也不知道誰的 或者怎麼樣 那有人就花錢 或者是說這個 原來的得標的物主 花了錢請你幫他整理 裡面的東西都歸您 你幫他打掃 可能花很少的錢 五千塊錢 那你幫他打掃 裡面的東西都歸您 有時候不小心抽屜一打開 兩萬塊才可以 有些好東西 是嗎 這好虛偽喔 邊邊角角一條金項鍊 是...很多耶 那這種物件 我從旁邊側面看起來 很像是像這樣的東西 是... 這樣的環境出來的 好 我們看一下五千塊 可不可以淘到寶 搞不好可以喔 來 請見價 不錯... 想說這麼公益 這個還有小小的 小小的... 這個價錢為什麼還算還不錯 那因為像這個銀台 這是銀台 然後這鍊子也不是十八K的 這是銀台 銀鏈 這樣一個台做起來 那大約現在行情 也就要三千塊錢了 是 那這個翡翠呢 可惜 就有點小時紋 很明顯的 那因為它不透 它是屬於典型的 白底青的 我們說三彩的 顏色上來講 我認為還算OK啦 所以報告老師 就您這個假如說 把它拿掉 去請設計師 設計過 其實我覺得它會有 不同的亮點跟想法 那可能可以做成不同的用途 如果您在這個 你的工作上 有不同的這種 不是髮器 就是用具 可能把它融入到裡面 有文創的想法 可能它會更有加急 幫它包裝一下 對啦 就像去找廖老師 他就是專門在做包裝的 我現在都在做梗子給廖老師 你們倆合作無間 我就喜歡李老師 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個 露件真的很漂亮 但是它就把它封閉起來 然後中間又放了一個空 對耶 中間一個洞 要大不大 那就變成是天眼 要小不小的 對不對 本來是一個古前 所以您把它變成天眼 就放了一個空 在那個地方 那它會無限循環 是 就好像是那個黑洞一樣 這不好 封閉起來 是 那怎麼封閉呢 你看像我這一個物件 你看上面的那些綠色 還真像 這些綠色的話 我把它當作是高山 還有我們的平地 然後有兩隻鶴在這個地方 那往一顆月亮那邊 飛 是 對不對 這個意境是有一點 我們山水化的感覺 然後第二張呢 我們必須要知道說 你要有巧色巧雕 然後你要有一個廟的設計 也要有一個廟的香功 第二張的話 你看把那些綠色的 全部都變成是荷葉 我把自己畫成張大千了 對不對 全部都變成是荷葉 然後中間那個空的地方 我們就用那個什麼呢 小紅寶 小紅寶來把它填補起來 變成是荷花 然後上面兩顆鑽石 對 所以也是 不管你怎麼帶 它都是很和和如意的意思 對不對 然後第三張呢 你看喔 我們現在 你現在那個朋友剛好 打電話給我說 來我們家吃飯 但是要一整天 我們去天原宮幹什麼呢 對不對 那我就想說紫藤花開 我就把它應用在 這一個物件上面 全部都是用 可以用單全石 或是藍寶石的小燈泡 把它做起來 對不對 就變成是那個 你這個物件呢 它就遠遠流長 對 多好 好像不夠這樣流出來了 四月的時候 打電話就好 真的不錯耶 運用它顏色的深陷 對啊 包裝設計 對 人也得包裝設計 更何況 寶石 對不對 這個物件真的不錯 要自己在掌料是不是 再重新設計過 對啊 我們剛剛又講到黃金嘛 你看這邊最後一個寶物 就是黃金戒指了 怎麼來的 好 這個呢 說起來還是有點感傷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在我二十多歲 剛退伍的時候 要出社會打拚 然後呢 我自己的媽媽 帶著我去找當時的老師 算說 我兒子出社會 做什麼事比較好 結果呢 經過當時的老師 一算之後 你兒子命中犯小人 做什麼都要注意防小人的事情 要不然呢 會不成功 還是很多挫折感 是 因為母親嘛 愛子心切 那就問老師說 那怎麼辦 那我建議你去 聽了老師的建議 去外面的珠寶店 找了一個紅寶石 就這一顆 結果當時的紅寶石不便宜 是 也就花了一個 一萬六千塊 買了這一顆紅寶石 重點在於 當時的家境 並不是很富裕 那當二三十年前的 一萬多塊 其實也是滿高的 對啊 有這個感情的情緒在裡面 是 這個寶石還真漂亮 真的嗎 莫生 真的是漂亮 媽媽真的會看 媽媽買這個價錢 入手價算不便宜 但是也許真的 漂亮 東西好 價錢往上走 會不會今天最後一件 趕緊來評估一下 請見價 恭喜 我今天是媽媽 還是慧眼式紅寶 這個戒指 大約差不多在這個 八千塊左右 K金啦 是 K金的工資 因為這個很輕 然後它是這個 十四K的 這邊寫得很清楚 然後這叫做紅寶石 它是 緬甸紅寶石 這粒紅寶石 現在的市價 大概值兩萬塊錢 那其實我們簡單的 就是這個紅寶石 它算是很好 是標準的緬甸紅寶石 難怪顏色 所以我們照了一張照片 讓各位分享一下 它這個三個產地 有什麼不同的 一些典型的內含物 好的 好 來 那這個就是屬於 我們稱呼的 就是我們的泰 這個緬甸的紅寶石 就是這個戒指拍出來的 是 它有很明顯的糖窩狀的構造 在這裡有糖窩狀的構造 很明顯的 那這是屬於 典型的緬甸的紅寶石 是 那再來呢 它這個很典型的 我們在看到 泰國的紅寶石 泰國的 這裡有乾澀澀 這是跟內含物有關的 就是它有什麼 像煎蛋一樣 有耶 現在蛋很貴 煎蛋的 煎蛋的構造 而且看到這個東西 你一定會典型看到 這是泰國紅寶石 不是每一個紅寶石 都會這樣子 但是典型的 泰國紅寶石 它一定會出現 這個內含物 是 再來呢 我們再看到 是所謂的最近 在這個市面上 很流行的 莫山比克紅寶石 Mozambic 那這個紅寶石 目前來講 買得滿多的 那它的價格 也慢慢的一直排... 排上去 大約比三年前來講 要貴了將近兩倍到三倍 好 那它典型有什麼呢 有這個Dolomite 有這個白雲石 有這個MICA 有這個雲母片 有些這樣子 一個內含物 晶體的內含物 那這個在泰國紅寶石 在緬甸紅寶石 是看不到的 所以很典型的 典型就可以比較出來 懂了... 所以我們的同學上課的時候 我們都用這樣子 來跟他教育 來跟他練習 找煎蛋 找雲什麼的 白雲片 對 這個看出來了 這很重要 要買紅寶石的時候 內含物要看懂 才知道產地在哪裡 對不對 喜愛大巡寶家的 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連東風衛視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